次荷兰热热闻人渡 现在报告7月7号晚间新闻 首先, 新闻干扬 荷兰内阁倒台 荷兰安排明年国航战计划 斯托尔·腾培格证实扎尼斯基出席北约峰会 前美国代表与俄罗斯高官秘密对话 扎连斯基感谢荷兰定义大饥荒系种种灭绝 扎连斯基访问斯洛弗塔和土耳其 欧盟向奥兰供应数百万欧元的弹药 扎波罗尔塔电站神秘的卫星照片受关注 日本排放核废水中国禁止食品进口 李强和耶伦会面 四川一段公路发生倒达汽车着火 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 荷兰内阁倒台 吕特第四任内阁 在执政一年178日后 今天宣布跨台 这是吕特领导下 第3个未能到达终点的内阁 执政的4个党牌 最终未能就难民庇护政策突成一致 经过三日讨论 提出多众方案 仍然未能消除分歧 关键的问题 是指具有临时身份的难民 他们的家属能不能离荷兰 吕特的自民党希望给予限制 但是基督徒党司要就说 这是他们的红线 不可遗远 接着来 又是荷兰的大选 荷兰政府新闻署宣布 说 荷兰国王威廉安利三大 将在明年4月27日 和家人和其他皇室的成员 一起前往东部德伦特省 一个城市安雲 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当日的巨大行政 但可以肯定的是 当日的活动非常紧臭 暴行穿过这个市区中心一公里长的路程 大约需要两个小时 这是国王第一次在国王节 访问德伦特省 不过 他的母亲比亚特里斯公主 即是前女王 在2002年的女王节 访问了德伦特省的小镇 今年 荷兰国王在鲁特丹 慶祝了他的生日 今年的慶祝活动 刚刚是他登基10周年 所以 选择了电话字头是010的鲁特丹 看看荷兰战争的消息 斯托尔·蒲培格证臣 泽连斯基参加北洋峰会 乌兰总统泽连斯基 将出席下个星期 在立陶远举行北洋峰会 北洋的秘书长斯托尔·蒲培格表示 他将参加新的北洋国家 和乌兰协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泽连斯基嫁祖宗时表示 只要有北洋向乌兰提供加入的前景 他才会前往立陶远首都维尔楼斯 而北洋的消息人士分析说 这是泽连斯基司徒斯的压力 他们认为 无论如何 泽连斯基都会出现在维尔楼斯 斯托尔·蒲培格教组成名国表示 北洋下星期不会邀请乌兰加入 但他强调 乌克兰和北洋的理念一致 并最终将加入 而乌兰已经为此做好准备 一些条件正在取消 而双方合作已经加强 在新成立的北洋乌兰地事会中 所有31个北洋国家 和乌克兰 可以就共同关心问题 进行磋商 并作出决定 乌克兰如果想寻求北洋成员国的帮助 也可以召集北洋成员国来开会 前美国代表和俄斯高官秘密通话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多个消息留言报导 一群前美国的安全官员 曾经多次和一些俄罗斯的知名人士 讨论了沃兰战争 以及可能达成和平协议 而俄罗斯的高级外交官也有出席 这次的会谈是最近几个月以来进行的 据说 其中一次会议是4月份在纽约旅行 议会者 居然包括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美国的新闻频道 谈到了外交幕后的一篇 其中并没有回避敏感的问题 比如说 讨论了俄罗斯占领的乌兰领土的命运 不过 直接相关人士 不愿意对严格保密的对话内容 发表进一步的评论 据说其中一位 甚至前往俄罗斯举行回谈 对美国NBC报道 这次回谈 自在保持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 沟通渠道的暢通 据说 总统拜登也知道这些磋商 但是并不是他下令举行的 目前 不清楚这样的会面发生的频率 何时举行一次 泽连斯基感谢荷兰 定议乌兰大饥荒是种种灭绝 乌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表示 他对荷兰第二院 承认乌兰的大饥荒是种种灭绝 感到高兴 由于最高苏维埃政府 在20世纪30年代 决定在乌兰製造饥荒 导致至少250万名乌克兰人死亡 扎连斯基说 正确称呼市民才是正义之路 是确保这些令人发自的罪行 不会再发生的方法 扎连斯基还再次感谢荷兰 在为我们的未来 以及整个自由世界的未来而建 所提供的 强有力和多方面的支持 扎连斯基访问土耳其 今天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 访问了斯洛伐克之后 将访问土耳其 扎连斯基 和土耳其总统埃兰 预计将讨论 将在7月17日到期的 糧食协议 还将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 俄罗斯方面说 极其关注两人的会面 今晚的8点钟 扎连斯基和阿尔多安 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安卡拉里的政府 和俄罗斯和沃兰都有良好的关系 并且在战争期间 充当了调解人 去年 土耳其在达成糧食出口协议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俄罗斯人 威胁不再续约 但稍后口气有些放宽 英国的金融时报 这个星期较早 根据内部人事消息说 欧盟正在考虑向俄罗斯续续让步 以延长和污兰的糧食协议 俄罗斯的农业银行 将免售制裁 以便可以获得食品七口的付款 这个意味着 俄罗斯将再次获得更多收入 可以用来发动转争 欧盟向沃兰供应几百万欧元的弹药 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 星期五宣布 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代表 已经就一项增加对沃兰 弹药和导弹供应的计划 达成了一致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计划 欧洲国防工业的产能 必须在财政支持的帮助下 迅速扩大 而5亿欧元的资金 来自各个成员国联合的预算 西班牙国防部长罗伯斯表示 这再次证明 欧盟坚定不如支持沃兰 他在一份声明中补充说 这个计划 还将加强欧盟的国防技术和工业基础 最终确保欧洲公民 较长时间里面的安全和国防 到目前为止 欧盟的成员国一直在努力地 向沃兰提供足够的弹药导弹 而增加产量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欧盟的成员国 有足够的库存来保卫自己 不过 这个协议 仍然需要得到欧盟的成员国 和要的正式批准 消息人士认为 这个可以及时完成 以便在7月底生效 扎波罗尔核电站神秘的卫星照片受了关注 扎波尼核电站两幅新的卫星图片 显示了不明的物体 引发了人们对俄斯可能对核电站 有些什么动作的担忧 这些图像显示 4号反应堆顶部有5个不明的白色形状的物体 这些图像是由专业公司在7月5号星期三拍摄的 在这个之前 乌克兰总统扎斯基警告说 俄罗斯正在计划在核电站放置炸药 不过 没办法根据图像 确定是什么物体 在星期二拍摄的图像中 这5个白色的物体 还没看到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 物体不存在 因为 这可能取决于拍摄照片时的海用光线 这个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自从2022年3月4日以来 一直处于俄斯的控制下 意大利疗养院的火灾至少6个人死亡 意大利米兰一间疗养院发生火灾 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 据意大利新闻机构报道说 已经有80多个人受伤 今早凌晨1点20分左右 意大利米兰南部 一所可容纽210人的疗养院发生火灾 消防部门说 起火园院的其中一间房 但目前还不清楚原因 火灾发生时 建筑物里面 一共有167人 在住院的80多个人当中 有16个人伤势严重 其中两个人 目前还有生命的危险 很多受害者遭受医务中毒 这些伤者已经被送到 米兰地区的多间医院 这间疗养院 位于一座建于1920年的新闻建筑里面 自从1955年以来 一直用来做疗养的护理医院 日本排放核体水 中国禁食品进口 日本原子能规划委员会 向东京电力公司 发放福岛的核电站 核污水排海 设施验收的合格证 日本传媒报道说 这个意味着日本政府 和东京电力公司 为核污水排海 进行的设备准备 全部就绪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案 格洛西 接受路透社访问时 透露 负责审查排海计划的 其中一两名国际专家 可能对排海计划表较关切 但是并没有一位专家 直接向他提出关注 重新机构发表的报告内容 在科学上 是无可挑剔的 格洛西说 报告并不等于国际原子能机构 认可排海计划 只是说这个计划符合标准 强调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他又认为 部分针对这个计划的批评 大有政治因素 他指的是 中国对这个计划的反对 而中国的海关总署 随直宣布 禁止进口福岛等10个院士的 食品进口 对来自日本其他地区的食品 特别是水产品 必须严格格核查 随负的证明档案 强化监管 严格实施100%的查验 中国的海关说 注意到国际原子能的机构 近日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 排行方案 发布的综合评估报告 但这份报告未能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工作 各方专家的意见 而有关的结论 未能获得各方专家一致的认可 日本在排海的正当性 正化装置的可靠性 监测方案的完善性方面 还存在很多问题 中国的总理李强 和美国的财长耶伦会面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和访华的美国财长耶伦会面 耶伦表示 美国寻求基于对两国都有利的公平规则 和中国进行良性的竞争 强调不应该让分析产生 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的误解 耶伦今早 还和前国务院副总理留学 以及人民银行行政逆缸会面 发新社引述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 双方进行了实质性的对话 讨论了全球经济 以及美中两国各自的经济前景 中国财政部负责人 就耶伦访华回应传媒查详时表示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汇利共赢 贸易战脱偶脱链都没有人家 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 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实业汇利共赢 创造良好的环境 看看中国内地的消息 四川一段高速公路发生倒塌 游戏车火 四川的欣广高速达曼段 一条大旗的部分 今早早发生恐怖的塔坑 有两架车行驶时 跌落去受损之后起火自然 官方说 塔坑是当地降业引起的 而工程的质量并没问题 不过 现场的影片显示 断裂的地方很整齐 目击者说 路过车辆的司机 合力救出两架车里面的三个人 由赶到救护者 紧急送往医院 据悉 达曼高速是2010年1月15日开工建设 到2012年12月18日 实现了全线的通车 整条公路大概10年左右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